在四川众多的博物馆中 种类繁多 形制多样的乐舞文物 在展品中独树一帜 彰显着古代巴蜀文化的璀璨风采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 成都博物馆副馆长黄晓峰 成都市美术馆副馆长肖菲葛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介绍巴蜀乐舞文物背后 跨越数千年的文化交流脉络 那么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 就是专业地区比较丰富的 这样和乐舞相关的文物 可以说应该是在请汉自己吧 尤其是汉代 当时杜甫他曾经到成都的时候 他写过轩然明都会 吹枭见生皇 他是诗词里面的乐舞成都 就发现从唐代到武代 整个成都当时的音乐和舞蹈的发展 实际上一直都是处于一个 非常兴盛的这样一个发展的状态吧 尤其是先秦时期嘛 先秦那我们的就是穿越地区的这种乐舞文化 可能它的个性会多一些 它体现那种比较万为有灵 比较有生命力的 不受约束的这种奔放的会多一些 到了两汉时期 它更多地体现出了一种游戏的一种状态 很放松你能看到 其实艺术文化是对经济生活的一种反应 到了唐宋的时期你会发现 它跟中原文明 跟我们中华文明 它融合得更近了 唐宋时期的乐舞文化中表现出来的文气更足 它更有文运 秦并巴蜀后 大量移民进入该区域 促使巴蜀与中原的联系更加紧密 交流更加频繁 乐舞文物也见证了古代巴蜀地区 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 秦并巴蜀以后 然后紧接着统一六国 大一统的这个前提下 整个乐舞它相互交流 趋同的一种一种现象 我们是能够从一些文物当中 去看一些交流的线索的 中原地区那个洛阳博物馆 那个叫七盘舞的这样的一套 就是有一个跳舞的人 它前面有七个像盘鼓一样的 应该是乐器舞蹈类的装置 那么这个就和我们的盘鼓舞涌 非常的接近 包括我们也可以从那个 就画像砖上头 看到他们舞蹈的形态的接近 包括他们的服饰的相似 在巴蜀乐舞文物中 同样可以发现中外文化相互交融的痕迹 永宁的二十四纪乐和我们成都博物馆 现在在三楼展厅的 造亭影幕出土的彩绘纪乐俑 都是前后属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 以成都为中心出现的 这样一批特质非常鲜明的乐舞形象 二十四纪乐和造亭影幕出土的 那个彩绘纪乐俑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它是汉乐和胡乐的 这样一个组合 那么汉乐比如说我们说笛子 排销 大鼓等等之类的 这些是典型的汉乐 还有一类就是比较典型的胡乐 包括琵琶 达拉鼓 这一类的这种乐器 它就是典型的是从中亚西亚西域流传过来的这批乐器 近年来四川出土的说唱永 因为手舞足蹈 没开眼笑的开朗造型 在网络上走红出圈 一些文创设计师还以说唱永为灵感 设计出一系列现代与传统文化结合的产品 使得巴蜀乐舞文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融入现代生活 川云我们能看到现在能看到的文物来体现 第一个就是它深刻地体现了四川地区人的这种乐观 说熟到难于上青天对吧 它在那么艰难的生活条件下 它始终体现出一种乐观的精神 所以我觉得是几个方面的 第一个是它本身的形式很有特色 第二个是它的内涵很丰富 可以让人持续地产生兴趣 第三个是我们现在的传播 我们也注意了更加的用当代的 这种传播语言和传播方式 去进行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